宝月 何来迟也 在前线被文秧凑成猪头 回到许昌就嗝屁了 随后司马昭接任大将军一职 命中会运筹为卧 在司马昭的账下 中会的军事能力得到充分发挥 多次献策都有显著成效 甚至被人比作汉初的张良 就连曹毛也主动给他升官 想拉拢到自己麾下 但中会一直辞让 毕竟聪明人都能看出 当时的卫帝是徒有其表 早就没能力对抗司马家了 37岁时 中会受司马昭的命令罚蜀 被封为镇西将军贾捷 中会来势汹汹 江维已经写信提醒刘善早做准备 但刘善听信巫师之言 未做战备 中会轻而易举便攻进了汉中 然而破城之后 中会彻夜难眠多做噩梦 询问部下才知道 他扎营的地方叫顶军山 当年的征西将军夏侯渊就葬在此处 还有汉丞相诸葛亮之墓也在附近 中会本就是玄学家 于是第二天就带部下 去诸葛亮坟前祭拜 此时他确实听见了 那个男人的声音 无奈诸葛孔明是也 今有片言相告 虽汉世已衰天命难为 然两川生灵横离兵阁 实看可怜 望将军入境之后 切勿忘杀生灵 切勿忘杀生灵 话音刚落 紧接着就是一阵倾盆大雨 这或许是丞相最后一次 为他的蜀汉百姓落泪了 之后中会真的没有伤害 无辜百姓 但法蜀的脚步也不能停下 中会一路开进剑阁 与蜀大将姜维对峙交锋 当时诸葛旭在中会仗下 仗着自己是邓爱的人 不听中会调遣 还擅自出兵挑衅姜维 结果被姜维连摆两次 中会一怒之下 正向一剑囊了他 是卫冠求情才剑灰一条命 但中会向来瞧不上邓爱 于是命人把诸葛旭 押送洛阳交给司马昭处置 邓爱文言大怒 可当时他跟中会二人算是平级 也不敢拿中会怎样 只有在伐蜀战争中立下更大的功劳 才能押中会一头 于是邓爱向中会建议 分兵伐蜀 由中会因大军牵制相围 他从阴平小道绕后偷袭成都 中会觉得阴平小道太过险要 去了也基本是送死 于是便答应了这个计策 谁知邓爱还真的成功偷渡了阴平 来到了摩天陵 原本摩天陵有一处迎寨 是诸葛亮生前所设 他此后迎寨被刘善撤了 不然邓爱一到摩天陵 马上就会被乱剑射成筛子 根本没机会发术成功 所以他见迎寨后立刻跪拜 称诸葛亮真乃神人也 武侯这神人也 还不能以事是知 悉哉悉哉 邓爱成功越过摩天陵 用不到一千的军事 破服成功免竹 并击败了蜀汉最后的防线 诸葛瞻 我诸葛是祖孙三代 世秀国恩 几日一死一报先帝 诸葛瞻和诸葛上的宁死播祥 又让邓爱看见 诸葛亮祖孙三代对蜀汉的忠义 于是后葬了这些将士 邓爱兵临城乡 刘善开城投降 并发出最后诏书 命姜维也投降 姜维这边直接脑瓜子嗡嗡想 我二十万大军还在间隔 家里的水晶被点爆了 他又气又恨 于是想出最后一计 也就是著名的一计害三贤 姜维的计策其实就是反奸计 是邓爱 忠惠和司马昭三邦里奸 而他的切入口就是忠惠 忠惠比姜维小二十多岁 十分敬重姜维 得知姜维来投降 还特地整理一种迎接 原本邓爱攻破成都市第一功臣 可以力压忠惠一头 但忠惠这边由姜维带着二十万大军来投 一时间 忠惠的功劳又盖过了邓爱 姜维学会了彩虹屁夸赞忠惠少年英雄 司马是能有今天全靠将军 被自己仰慕的人如此称赞 忠惠心里美滋滋 于是提议跟姜维结拜为兄弟 姜维本就想得到忠惠的信任 自然爽快答应了 之后 忠惠对姜维侵入兄长 不仅吃住一起 还把姜维的旧部全部交还给他统帅 邓爱之边听说忠惠收复了姜维 感觉到自己的功劳比不过 于是在成都靠上三军 大宴属中就臣 如果能把这些属中大臣收服 便又是大功一件 也就是这个举动给了姜维机会 姜维说邓爱分明有自立之心 让忠惠在司马昭内里参他一半 忠惠一早就想干掉邓爱 于是写信给司马昭 司马昭更狠 反正已经法属成功了 就让忠惠带兵捉拿邓爱夫子 然后自己引十万大军驻扎在长安 以观察忠惠是不是有所反应 忠惠勤住了邓爱夫子 但是听说司马昭来了长安 便猜到司马昭已经不信任他 这时将为又开始煽风点火 说主仪臣则臣必死 王将军早做准备 忠惠思索片刻 干脆反了他娘的 将为宪策 让忠惠借着给魏太后伐丧的名义 把魏国伐蜀猪将全部集合在一起 然后把他们全部除掉 到时拥有几十万兵马当西蜀的主人绰绰有余 然而法蜀猪将踩到一半 气策就被狐猎识破 狐猎秘密派人去通知监军魏冠 魏冠随即带兵前来围剿忠惠 将为感觉到事情不对劲 劝忠惠早做打算 可忠惠以为一切都在掌握之中 没有立刻动手 等他发号使令让将为动手时 魏冠已经带兵杀了进来 忠惠来不及反应 就被士兵乱箭射杀 而将为也被大军包围 将为恨自己不能胜天 一剑刺穿自己的胸膛 虽然计策并没有成功 但也带走了忠惠和邓爱 两大法蜀功臣 回顾忠惠的一生 我们依旧不谈论对错 他甚至到死的那一刻 都没有怀疑过将为的忠诚 还把将为当成兄长 觉得是自己害了将为 他负了天下人 唯独不负将为 而将为不负天下人 却唯独赴了忠惠 或许这就是乱世的无奈 根本没有绝对的朋友 只有绝对的利益 忠惠仰慕刘关章桃园结义 对蜀汉的过往了如指掌 假如他出生在蜀汉 或许能成为将为之后的 又一注实 不至于让将为孤军奋战 汉时梁将后 又做李书郎 当时夸英俊 识人浩子房 寿春多赞话 蜀骏逞轩狼 不学陶诛法 游魂反故乡 博约有何高见